對租客或屋住在11月中非常留意的一個提案 就叫做33號提案 為什麼這個提案這麼重要呢? 其實可能會改變了租屋或不同的條例 今天就很開心可以請到你 多謝你又上來和我們討論房屋的提案 Tina現在是Better Housing Policy的創辦人 可不可以先說一說你的社會做什麼方面的事呢? 多謝你來邀請我過來講關於33號提案 我們討論房政策改良會 是希望可以幫到業主不要跟錯條例 如果有很多華人 尤其是華人很多時候 尤其洗衣服華人士 很多條例 租務條例他們不會亂做而犯錯 變成一個案例 希望他們不會這樣做 希望給他們更多知識 另外希望可以幫到租客上樓 可以教他們怎樣可以買到自己的物業 我們的成立就是希望這樣 有些好的政策的話 自然人人上樓 為什麼今天講這個33號提案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三藩市 其實在屋主來說 這麼小的地方 其實是佔了二十幾個巴仙 最後一次看見 七十幾個巴仙可能是租客 其實華人佔了很大部分 超過一半都是華人或者亞裔翁 所以說到這裏 那時的33號提案 可能大家要關心或者留意一下 我們先講講這個提案 其實是一個什麼呢? 33號提案就是 如果一間屋之前租出去租兩千元 你如果這個提案過了之後 你以後都不可以以市價租出去 變成由城市政府 去告訴你你可以租多少錢出去 換言之 將你的租屋這個權利給了政府 是的 其實變成共產 是的 基本來說 其實我們1995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Coster Hopkins Act 那時候其實就是 如果你的屋子在1995年之後 建築 其實是沒有很多 我們叫做Rain Control 就是租客條例的監管 因為以前1995年之前 1970幾年下 或者你建築的屋子 就會有很多Rain Control 其實這個提案 最主要是否想反了這個Coster Hopkins 是的 不如這樣說一說 為什麼Coster Hopkins會出現呢 其實Coster 是Jim Costa 是當年的Democratic Party 好像是應該是眾議員 另外Philip Hawkins 是共和黨的眾議員 在當年 兩個部分 兩邊 大家都提起 我們不夠屋子 租出去 不如怎樣去想一個方法 在加州 全加州 怎樣可以想一個方法 可以去encourage 可以勉勵多些發展商 建多些屋子 我們就租出去 自然就有多些房屋 租出去 我們用什麼方法 他們就想了這件事 如果一個獨立屋 他們建多些獨立屋的話 如果由1995年開始建的 沒有租館 獨立屋 一個單位的 沒有租館 這是其中一個Coster Hopkins 因為他們看到的問題 就是 一直加了很多租館 所以人們就不敢建屋 成建商又說 不要玩了 所以就變成沒有人建屋 所以1995年就這樣 1995年後就沒有限制 你放心地建屋 換言之 今年的333提案 看來就好像想反了這個條例 是啊 其實很多在左派的 都想反了所有的條例 越來越多監管 這個33提案 就是說 如果今時今日的一個單位 獨立屋 康島委屋 都一樣有租務條例 OK 我想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就算你現在租出是2000元 假設是2000元 拿個數字來計算 2000元 你以後都不能加租 永世都不能加租 除非 所有現在的權 都會給了由市區 和市區的縣 為什麼縣不是市區 因為有些 例如Koma 是沒有市區的 就會給了縣 去改寫 改寫 改寫 他們的中目管制 可以調整多少 由他們說 所有的權利都給了市區 就是一個價格的控制 可以這樣說 33號提案 利與幣 可能會把以前所有的監管條例 一次過抹掉 我不管你是 Costa Harkin Act 也好 甚麼都抹掉 但是換來的 可能會用市區重新寫過的 所有的條例 如果我是一個租客 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不是 因為過去由95年到現在 超過百條的關於中目條例 全部要改寫 可能會改寫 但是改寫 怎麼沒有人知道 一個例子 譬如我現在 在八、九、十年代 我移民過來 可能我那時租一間 八百元的 一間 那時都挺浪費 新設的一層樓都租到 八百元 但是因為現在 一直以來的條例 令到我 如果我一天不走的話 我現在可能租八百元 九百元 那一層樓現在值四千元 因為很多條例 很多管制 令到屋主都耐理不學 難道我踢你走 都不行 如果你三十三號提案通過的話 可能這個條例沒有了 可能屋主 當然要看市區 或者市區 怎樣寫 因為加州規定 如果市區和市區 寫的規定 是說 嗯 現在任屋主 可以一千元、兩千元開始 可能我租客 你可以說 如果今時今日 我是租客 我去租一個地方 兩千元以後都不用給 不會加租 有可能 是不是很好 聽起來是很好 聽起來很好 但有其他所有的條例 如果你住在那裏 就算是區港條例 都可能會改 例如你隔壁的人 經常在這裡 吃煙 或者吃草 吸大麻 有整股味 有可能吵冤 也不停 我不知道屋主 可否幫我趕走 不可以 就算現在可能沒問題 你不知誰會進來 是嗎 而你說歷史以來 由95年到現在 這麼多條例 出來了 而全部要改寫 你覺得 是否一定是幫到租客 幫到租客 還是幫到屋主 因為屋主現在 你看到很多情況 就是不敢租一間屋出去 甚至有些公室 或者他們一些房屋 裡面有個房屋 他們現在都不想煩 因為就是這些 讓他們不想租出去 這個33號提案 我知道 那時候 在AB1482 這個條例其實已經改變了 會沒有了 會沒有了 再說一說 AB1482 例如兩個單位以上 是會有租管的 這樣就不可以超過 每一年的租金10% 但其實很老實說 由它成立到現在 根本有誰起了10% 因為其他都說 好像只有2% 沒有人敢 其實我們不敢 任何一個業主 去租房子出去 希望收到租金 去補貼自己的儲存 我都希望你很租客 我希望你長住 我不想它建你 特別是2020年到現在 根本上都不敢 其實有跌的地方 其實跌了 對 但是 這個AB1481 以我所知 就是如果這間屋 建的頭15年 一間新屋 就是沒有管制 但是過了15年那一天 就開始就會有管制 是的 沒錯 反了以前那個 Costa Harpkin 就說 95年就沒有管制 我不管 其他管制 其他的事 但95年至少沒有管制 所以 所以 AB1482 已經拉近了 永遠沒有管制 但其實 那個獨立屋 都是沒有管制 到今時今日都是沒有管制 由兩個單位以上 那個AB1482 是有管制的 其實你看看 自從2020年到現在 三藩市 不是彎區 是建了59,000個Unit 大部分都是兩個Unit 現在建的屋 都是兩個Unit 不會再建一間 Single Family屋 那麼多 你看現在Sunset都是 建了四個 三個 兩個Stack 因為多些位置 而且現在的房子 不用怕地震那麼多 其實以後 所有的屋 都應該是兩個Unit以上 有可能 至少有什麼機會可以建 是的 因為你建ADU 就算你現在本來 獨立屋 很多人都可能會建多 一個恩親拍檬 恩親拍檬 對 家建在後面 當然要有這樣的錢 去做這件事 還有 不怕租務條例的人 都會這樣做 對 我們不如去到這裡說 33號提案 我講了這麼多 可能希望大家聽眾 可以明白 不如我現在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把它再拆一拆 如果是33號提案 通過了 利與幣在哪裡 我們可不可以 很簡單地說一說 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通過了的話 譬如你現在付2000元租 你要等City告訴業主 他可以建多少 就算他搬走了 那2000元 可能你不會再去到 升到市價 所謂的市價 就是一個租客和一個業主 願意付一個願意收 就是叫做市價 不會再有市價這個字 出現 在租務條例 在全加州 OK 聽下去 在租客上 很便宜 我每次都是這樣的價錢 我找些 有哪裏會找 付200元租的 有三個房間 不要說沒有 有些人說你也傻 沒有 真的有 是 即是說 本來我是一個屋主 我現在下面那個人租一千元 但現在市價值兩千元 你走吧 他真的走了 我現在可以變成兩千元 但如果33個通過 可能他會設定規定 不行 你一千元 你永遠都一千元 我不管你 你將來 可能會有一個情願出現 是啊 因為之前 由95年到現在 所成立過百條的保護租客的條例 或者是保… 沒有保護業主 對不起 保護到所有立法會推翻 但將會怎樣 沒有人知道 他沒有寫得清楚 他沒有寫得下去 但一直以來 是沒有寫下去 但一直以來 沒有寫下去 但一直以來的 都是幫助租客 是幫助租客 是幫助租客 但業主其實都沒有什麼保護 一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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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州 尤其是三人士 一直以來都沒有 但是 是否真的保護到租客 未必 聽來好像是保護租客 其實也未必保護租客 其實這個問題 33提案 最大的問題 根本不是一個好的提案 為什麼會有這個提案出來 因為現在 每個人都說租金很貴 其實已經減了很多 由疫情到現在 可以看到 根本租金去不回疫情之前 到現在也是 很貴 政府就說 我要加一些條例出來 既然租金那麼貴 它是沒有真正去正視問題 用一個真正的解決方法 而只是說 那些租貴 那為什麼會租會貴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租會貴呢 因為小unit 沒有小unit 如果今時今日 你肯可以 不如你應該去 encourage 人 蓋多些屋 蓋多些單位 或者加建 一層變兩層 兩層變四層 有些什麼是給業主發展商 能夠可以 蓋多些單位 那你就自然 你就會租金 根本都不用任何條例監管 就已經會減租 對 競爭大了 競爭大了 就是supplies and demand 但現在你加過這個條例 變成發展商 我不會 我未必會蓋 而且已經有間好想加建 都不敢 或者我都不 加建 我總要加建 我加建是為了租出去 為了希望 我有些錢 可以養老 不需要靠政府的補助 因為政府已經沒有錢了 經常都說 我不可以靠政府 我靠自己 我很辛苦地儲錢回來 我做一個租客 去想 我沒有地方租的 那怎麼辦 我便宜便宜 我沒有地方租 其實有否一個地方 或者一個城市 是說沒有了 其實是好了 有否這些地方 你問得很好 在波士頓 1994年的時候 拿走了 那些租金 立即下降 立即下降 除了在Massachusetts 因為是學生的地方 沒有拿走了 在其他波士頓的地方 拿走了 立即下降 租金 那為何既然有這麼好的例子 你還要加多些 加多些調下去 越多政府的監管 令到反而影響到市場 那個租金越來越貴 是有租管的問題 全美國最高租金在哪裡 三藩市和紐約 是 那為何他們最高 就是因為很多監管 你越多監管 租就越貴 你說你現在我不讓人去起租 沒有問題 那沒有人拿出來租 那你怎樣處理 那你怎樣處理 沒有房子租出去 現在都是不夠房子 都是買房子 都貴 如果沒有人租 可能租屋就變成買房子 現在越來越貴 那它又償不到錢 就是租屋越來越貴 那你償不到錢 eventually 你就沒有錢去買房子 我覺得 我們來美國 那時候 九十年代初 八十年代 你死坑難坑 你可能都會買到一間房子 貴貴 現在的租有貴 那你租屋的 我都沒有錢去存 我怎會有錢去下首期買房子 是這樣的問題 是的 你沒有錢 就算我現在出去買菜 有很多報道說 升了25% 怎樣值 不要玩 你買荷菜以前 可能兩個多 然後還給三個多 你說一整倍 對 出去吃飯又貴了 餐館又貴了 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沒錯 說到這裏 尾聲 很感謝你今天過來 所以 33號提案 Yes or No 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好還是不好 Let's see 好 最重要是投選 自己要做一個精明的選民 看清楚他的後果 不要只看眼前 OK 多謝 多謝 下次我們再請你上來 講講其他居住的問題 好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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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